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款疗愈可爱的MMORPG手游 自2018年12月5日正式开放 没想到已经过了快要两年了啊 这款游戏呢也在今年的8月20日迎来更新 先跟大家介绍总共所有的七大职业 分别为战士 法师 牧师 刺客 御伟 龙刃 以及本次更新的焦点双星 但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职业啊 必须要等到角色90等之后 透过职业转职才能够启动哦 不过作为新手入坑的我们 想要体验新的职业 可以点选幸运星 就能够直接游玩体验最新的双星职业啦 好的 那么这款游戏究竟玩什么呢 各位各位 请听我依序的跟大家拆解 首先呢 这是一款MMORPG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款Q版多人角色扮演 打怪练功的游戏 戏的最一开始可以选择喜欢的个人头像 发型 发色 眼睛 铜色 甚至是语音 不过如果想要单独调整部位大小的话 是不行的哦 接着输入角色名称确认之后 就可以开始冒险了 MMORPG令人着迷的 不外乎就是最起始的剧情内容了 故事的开头 从森林被邪恶力量感染开始 开头的两个小屁孩斗嘴之后 我们要拯救两个被怪物包围的他们 看来啊 这年头俑者真的不好当 每一位俑者的开头呢 都需要先当个奶爸奶妈 那么在回头要找安菲尔的过程中 威力碰触到了这个片头就不祥的东西啊 于是威力就 坏掉了 然后就 就飞走了 故事就是这么展开啦 那么你可能突然一个起心的转念 诶 啊那个开头啊 登录画面一直啾到底在啾啥会 这个啊 就要说到风之国度的神奇吉祥物了 就是旁边坐着的这一只 胖Joker 这个魂卡可以随着推关的过程中免费获得 那么这款游戏中的其他细节的内容 我都会使用新职业双星展示给大家看 游戏中有所谓的技能配点的部分 技能配点呢 不只能够在升级的时候获得 也可以透过技能兑换的方式获得 在获取技能点数点完技能之后 即使事后想要重置都是可以免费重置的 以及比较特别的就是前面大家会看到有掉落过的魂卡 这个卡片呢 可以镶嵌在装备栏位上 获取加成属性甚至是特殊的效果 那么在这一款游戏中可不可以抓自己的守护呢 答案是可以的哦 但你必须要拥有捕弹网这样一个消耗品 点选之后会将你传送到守护岛 这样就可以抓守护弹了 在捕捉完三只守护精灵之后 就可以选择你想要守护签订的精灵啦 这个守护精灵可以摆放星阵 一样是用来加成属性的 那么在打怪练功的过程中 也可以随时的敲打装备 进阶数值 无论是想要强化 打孔 进阶 甚至是整个起掉重来都可以 完全不用回家找铁匠铺 身为勇者呢 路边敲敲打打可是必备的技能了 好的 接着我要说我最喜欢的部分了 这一款游戏呢 有一个MMORPG比较特别的系统 家园 你可能以为这个是纸娃娃来访拜访的系统 不不不不不 这是一款风之国度牧场物语 最好玩的种田游戏 不得不说我在第一次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练到角色大约是30等左右 后来一整个晚上玩到凌晨2点 都在点这个小麦啊花啊养鸡啊牛等等 在上面的门口呢 会有顾客来跟你购买你的农产品 或者是加工食品 有时候大理也会来农场 跟你收购东西给你一点service 不过虽然没有我提到的纸娃娃系统 但这整座农场 都是你可以摆放装饰的哦 即使你不太喜欢打怪练功农副本 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个家园系统中 找到你的小天地 因为你在种植贩卖的壁纸 它这个里面获得的跟外面是不同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里面还有贩售超可爱的宠物啊 所以呢在这边弄开心愉快真的没有关系 玩游戏而已嘛开心就好 好的那么身为一个MMORPG 它拥有这些副本 没错超级多的 在这款游戏中组队的副本的部分啊 是需要招募其他人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他们会给你安排队友 招募到指定的人数之后就能够开始了 另外像是上面功能栏位啊 还有扭蛋大冒险之类 获得小bonus的地方 还有一个蛮神奇的 就是可以听别人尬的歌 里面呢我还听到了2018年鱼竿流下来的歌呢 好的整体介绍差不多了 跟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新的职业双星技能给大家 双星的职业特性为魔法类型的工坊一体 可以透过技能主动切换光暗的形态 来改变战斗的形式 简单来说就是暗形态为攻击输出状态 加攻击辅助并施加负面效果 光形态为补血加防御辅助 并为队友释放辅助的buff 好啦 整个总和上的介绍我都介绍完毕了 接下来我要来说说我的感想 在现在的2020年这一款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游戏 究竟还值不值得一玩 老实说 我觉得看你是想要玩什么样类型的内容 如果是想要体验MMORPG练功以及培养的享受 这款游戏到目前为止都有持续加开新的伺服器 人数的流动上来说 即使你是刚加入的 只要加入最新的伺服器就不要怕没有人一起玩 连大半夜四点半都有人说话啊 MMORPG的部分比较浓 但还算过得去 不过最讶异的是 还是我玩过最多的家园系统 如果是以新手牧场的玩家来说 非常值得入门玩 小而精的内容只要是牧场系列的元素全都有 虽然亲密度的部分并非是单独的那些角色 却可以依据你售出的物品的多寡 也算是差不多相同的概念 会上瘾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在前期的重期等等 不需要等待过多的时间 甚至能够透过采集制作好看的家具 游戏的本身更新啊活动等等都有持续的在更新 如果过去的这两年你从来没有玩过这一款游戏 可以趁着这一次啊改版点击资讯栏下载玩一下 免费游戏什么都有都能玩 这也是这一款游戏走到现在 大家依旧持续游玩的原因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是小猫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超级赞赞 还没有订阅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本支影片收受风之国度的赞助制作 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连结下载哦 也要记得追踪我的社群媒体账号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大家拜拜 哈喽你好啊 我是贝贝哟 喜欢我的影片 帮我分享留言按赞 还没订阅我的人 赶快订阅我哦 拜拜